观点你可以不结婚 但一定要生个孩子 你生的孩子永远是你的 当然现在生育率在下降 生孩子比结婚还困难 很多女人恐惧生孩子 但是生孩子对女人很重要 生孩子永远靠谱 你跟这个男人的孩子 不一定是他的 但肯定是你的 对吗 丁克家族拒绝生孩子 这是信仰问题 这个世界苦难重重 自己活着就挺累 干嘛还要生个孩子 添乱 也有人担心责任 担心对不起未来的生命 就放弃了 这是个人选择权利 是价值观问题 不能强求 但是很多错过生育年龄的人 会后悔的 想法说变就变 最难改的是习惯 最容易改变的是想法 参图享乐是人的本能 但追求幸福才是有价值的 你成功 你有钱 你可以包一个酒店 一群美女 花天酒地的很快乐 但快乐过后会失落 会孤独 我希望大家要追求幸福 而不是快乐 幸福和快乐是有根本区别的 你看着一个人笑 陪着一个人哭 一把食一把尿 把一个孩子拉闪大 苦苦的盼望 耐心的守候 这就是幸福 你的灵魂和另外一个灵魂 有瓜葛 有牵挂 你能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 和他一起慢慢变老 这也是幸福 幸福的基础 就是要有两个灵魂 彼此的牵挂 幸福是需要付出的 一个孤独的灵魂 最多是快乐 不可能幸福 这就是女人 一定要生孩子的原因 过去我们祝福女孩 早点有男朋友 后来会说 早点结婚吧 现在